那次之間對我其實是很大很大的打擊 那當然我必須說對藝人是最傷害的 因為他要重新再建立起來 非常非常困難 看我就好了 馬又欣遭誣告 性侵七年零收錄 獨康佳記照顧癱瘓母殘障哥 小妹生那些真假 一定會賠你了 放一條死路我保證 因為我都是亡人 天道狠角色在嘉義 馬又欣在劇中飾演英純反派萬家大老闆 但劇中復仇線太多 讓他常常撿不斷 理海亂 進來就非常燒腦了 很燒腦 我光記人民就記不出來 這一輩的我就已經要記很久 然後他們下一輩的我要記更多 都是小孩子 以前我再回來的話 碰到很多的一些新生代的演員 就是不認識那還沒有合作到 那我也希望說可以跟一些這些新的演員 插出不同的火花 如果聲訊測謊出來之後 如果我有說謊的話 我絕對會消失在台灣的演藝圈 不惜賭上演藝生涯 七年前被誤告的性侵風波 讓他演藝事業一度停敗 再以沉積一段時間 那時候可以說是真的是零收入 真的零收入 零收入然後還拿房子去借二胎 去貸款 因為你要生活啊 其實之前有投資一些副業 投資一些副業 那一直都有在經營 當然就是吃不飽也餓不死 怎麼撐過去就是疫情那個 我遇到一個好房東 因為畢竟我們在那邊已經二十幾年了 已經二十幾年 那房東人好就覺得說 大家共體實踐 是真的共體實踐 所以他就把我的房租一降再降 本來打對折 後來又再打折給我 那你也曾經有一部 想要放棄的那個念頭 那你怎麼樣讓自己振作起來 圈著一些風波 對讓我看到之後我其實 其實在過去的事情過了之後 我就覺得在感情上面的東西要處理好 事件發生之後 對我自己也會有恐懼感 比較有放人機心 我會自己把這個高想給築起來 親者自親啦 交給司法就對了 那過多的這個媒體報導 或是過多的這些輿論的話 我覺得對當事人雙方都不好 如果你放下就放下了 不要去聊他 因為我也要生活 那對方也要生活啊 我還說這個單調性有夠厲害的 這裡有這麼多事情 對著你的心想 和劇中英賢獨辣模樣大反差 馬又欣本人是個孝子 和兒女感情也是相當好 甚至還會嘴對嘴Kiss 我們每個weekend都會通電話 然後到現在我兒子已經22歲了 我每次送他們回家的時候 我們分開 哪怕是在路邊 一定會hug一下 然後一定會嘴對嘴Kiss一下 對我所有朋友 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包括我女兒 今年升高一了 還是面對面站在一起hug一下 然後嘴對嘴Kiss一下 每個禮拜我固定 我們會視頻通電話視訊 然後都會問他說 你喜歡我嗎 你愛我嗎 我也愛你啊 I love you 所以現在沒有拍戲的話 就是照顧媽媽嗎 對照顧媽媽大哥 對 我媽媽跟我大哥 一個極中度殘障 一個中度殘障 媽媽現在的狀況是 她有辦法言語嗎 她有時候看到我 她會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也搖到很久跟她講 然後女兒跟她就像 好像題詞一樣 我心裡小兒子啊 麻油心啊 聽到麻油心了 她就會流眼淚就哭 對 對未來有什麼樣 現在有什麼樣的期許 還是你有想到自己做什麼事情 演戲當然是我的最熱愛的工作 然後也不用說有太大的壓力負擔 在未來如果在角色上面有需要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一直演下去